晚餐以后不要吃东西 你如果吃东西吃得很晚 吃宵夜 那你吃完宵夜以后 胃里面很多东西 因为你跑去睡觉 跑去睡觉的时候 你人睡下去 肠胃也会睡下去 这时候肠胃的速度就缓下来 缓下来以后 你的食物能闷在肠胃里面 那你把食物 你试看看 食物煮嚼过以后 不管你这个食物本身是 衰甜苦辣 咬过以后你放到嘴巴里面不要动 等个五分钟 它就会变成甜味出来 那你吃完宵夜 不管你吃的是什么 臭豆腐也好随便 它通通堵在胃里面 那日久去成谈 那再日久就效忠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的人呢 过去我们称为富贵宾 那很多人呢 就是有钱的人 现在有些人得到糖尿病 那为什么说这有些人得到糖尿病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做工厂啊 所以他爸爸很忙啊 每天都要找出晚归的 那跟小朋友家里面就没有人碰面 那爸爸呢 只能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已经九点十点了 忙一天的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要肚子都没 很饿啊 要吃东西啊 要吃东西 就把小孩子通通叫出来 看看你们功课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跟小孩子看看小孩子啊 很正常嘛 这居家生活很正常 然后吃完以后 大家一票都回去睡觉 好 那结果呢 那一段时间以后 等到赚了钱了 结果他糖尿病 糖尿病呢 反而不能享受了 好 那结果小朋友呢 已经习惯了 反正每天晚上九点十点 等我再吃点东西 就习惯了嘛 跟爸爸再起十几二十年 等到结婚出嫁 然后就取了太太以后 习惯还在那边 结果是孩子也发糖尿病 那西方医学呢 阿阿认为是遗传 一个屁传啊 不会遗传啊 是生活习惯上的遗传 怎么会是遗传 什么病 他不知道 他就讲遗传 我很恨这种动作 你知道我也是吗 那生下来切身 就是糖尿病 那么倒霉的 好 那西方医学 把糖尿病 分成第一型 和第二型 第一型 他认为是胰岛素 依赖型 你必须要 一辈子住胰岛素 第二型就是 是后天的 后天才发生的 那个不一定要胰岛素 你是可以控制到什么 他们是这样子讲 可是前面也没讲出来 我们哪有人那么倒霉 生下来就是糖尿病 遗传就是问题 就是打那个疫苗 打他去遗传死掉 那不是说 每一个人打同样的疫苗 都发遗传病 而有些人特殊的人 就会一百个里面 就中一个或两个这样子 那个药厂很坏啊 他专门报好了 坏了他就不报 他把资料去 数据也是他做的嘛 调查都是他调查的 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 所以一型糖尿病 从小开始发病的 有的人注射了疫苗以后 变成脑瘤变成血癌之类的 还有人得到第一类型糖尿病 这个一类型糖尿病 在中医的立场 自古道具没有发生过啊 我们有恶行有 好 那这个病的丹嘛 因为晚上躲在那边 偷偷吃东西啊 你你你 对啊 他吃出来就是病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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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